年轻时白手起家 有感于人生的虚妄 诀音法师发心出家 修空性应当是遣除我之 因此慈悲与空性慧是不可或缺 丘主任波切提到何为空性 以及在修行上的正确观念 对于某些现象不可误认为是修行上的成果 但是很多人说 念佛念到五念 其实也不是得到究竟了 应该是到昏尘吧 应该念到说 明信见信是 问的人也不可能有达到这个境界 答的人也不可能有达到这个境界 我认为大部分都是五念五念 念佛念得太烈了 就变昏尘了 等多等多也是 好像是到了一个没有感觉的 应该是已经接近阿拉耶士而已 这个跟决心差十万八千零 念佛念到五念 大部分就是对于参中也好 那个什么净土中 念佛念到五念 这个是等于是到本觉的一个境界 但是我们是还没有不可能 相似度很多 阿拉耶士跟本觉 相似度很高 为什么呢 就是阿拉耶士 对不对 别面就是本觉 背就是本觉 前就是阿拉耶士 只是一个索心索别的距离 所以到本觉不可能 这个五念也是不是 这个五念等于是 就是一个烈到太烈了 就是念佛念到 发出声音 念念久了会烈 烈到说昏尘 是个仪而已了 本觉是不可能的 若执着于正道空性 或是堕入维系的昏尘 这种定境还说不上是空性 因此我们要得到巨量的直与关照 才能提醒我们 能够断除昏尘道具的 正知与正念力 法界新闻五庸曲 高雄采访